我覺得不是那麼容易 不太容易 找另外一半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很不容易 本身弟兄就是比較缺乏 教會的男生真的就是誠實 然後有的時候可能有些人會有點木納 可能會因為信仰的關係 然後想法可能就被比較侷限 來教會是來尋求敬拜神跟追求的 那我怎麼我焦點現在放在某個姊妹上面 對那是不是我心歪了 台灣25歲到39歲 總人口有526萬 有近317萬人不在婚姻關係中 單身比例達到60% 而年輕人不婚也是造成少此化的重要原因 許讀教會開始發現這個問題 並試圖採取主動關懷措施 我們一定要幫助所有的年輕人 應該及早預備 然後進入婚姻 那能夠讓她過聖節的生活 把結婚這件事情 當成上帝給我們非常重要的使命 在一生當中 讓教會的弟兄姊妹能夠有時間 有正常的社交 一般單身基督徒 因為有信仰因素考量 在選擇結婚對象時的參考指標 女性注重才華能力信仰靈命 男性則以外貌談吐 個性特質為優先指標 以前教會最常採取的方式 就是單身聯誼或社親淫會活動 但認識不深 對被動及考量多的弟兄姊妹成效不高 為了有效幫助單身會有彼此深度認識 有些教會積極推動引導式對談法 設計各種相關主題 引導弟兄姊妹對談 有助於快速及深度了解對方價值觀 裡面就是可以談意向 負擔 興趣 家庭背景 就跟婚姻有關的都可以談 所以會讓男男女女雖然是好像在學習 而讓他們很多討論的機會 更多的教會 目前傾向運用目標導向的服飾平台 利用弟兄姊妹服飾的場合 增加彼此的交集及認識深度 可能刻意讓單身的弟兄姊妹 盡量在一個服飾的團隊裡面 可以從一個團體的一個認識裡面 來認識一個人 服飾是最好的場合去認識一個人 而且是最好的場合 能夠在不管是意向 愛情 能夠結合的一個地方 而因為網路的推動 目前也有機構開始建置一套 針對單身基督徒的交友平台 我們也開發一些叫做CPI 交友喜好分析的問卷 就把每個人裡面當中 食要食不要的這些條件 透過問卷啊 透過一些程式 去計算他們匹配的分數 教會要架設一些比較有系統性的平台 能夠幫助單身的弟兄姊妹進入婚姻 單身拉緊抱 這個社會問題也開始反映到教會 對強調家庭價值的教會來說 幫助會友進入婚姻 建造家庭 以示刻不容緩 M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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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